上次呢,我们聊这个《医学三字经》聊到的是 李唐后有千金,讲到了这个孙思淼和千金方 然后呢,今天我们继续聊下面的两句 外台记众一零 这个外台呢,指的是外台密钥这个书 这个众一零呢,就是说他在我们的这个众一的学术这个圈子上 他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 这个外台密钥和这个千金方是唐朝的最重要的在众一学术这个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书 然后呢,这个外台记众一零那个陈修元他的原著是这样的 说唐王涛驻外台密钥四十卷,分一千一百四门论宗朝市,多方密传为一门之类书 这个唐王涛呢,就是这个外台密钥的作者 这个唐朝王涛呢,他是生于这个公元的六七零年,足于公元七五五年 他生在一个名门望族,他的曾祖父就是著名的王规 这个王规他曾经做过出唐的宰相,还曾经做过太子李建成的老师 死后还上了林燕阁,那林燕阁我们以前也听说过 就是在唐朝只有对国家做出重大贡献的这样的名臣才能够死后他们的画像进到林燕阁里面 那我们以前听隋唐演艺里面,我们所熟知的什么承咬金呀,魏征呀,秦秦秦书宝 还有玉池晋德,他们都是死了以后呢,进了林燕阁 而这个王规呢,也跟那些名臣一样在林燕阁里面被奉刺 这个王涛呢,是王规的曾孙 然后呢,他在王规,就是他比王规要小一百多岁呢 然后呢,他出生的时候是在我们陕西梅县 当时他们王家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旺族了 然后王涛呢,他在年轻的时候 曾经在那个唐朝的国家图书馆,红文馆工作过二十多年 这个红文馆,他在这里工作的这七天呢 他有机会阅读了大量的医书 然后他自己本人呢,又认真地做了摘录 然后积累了大量的医学资料 这个为他以后做外台匿药呢,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那王涛,他这样一个世家子弟怎么会喜欢医学呢 那这个就是说,从他小的时候啊 这个人据说也是体弱多病 经常呢,就要看医生吃药 因为他从小老是接触医学呢 他慢慢的呢,就对医学产生了兴趣 后来他的母亲也生病了 然后呢,他就在那里感叹啊 因为过去说,不明医术者不得为孝子 于是他便钻研医学 然后自己要医治母亲 然后呢,在医治母亲的过程中呢 他也接触了很多很多当时的名医 然后他有多方的请教 最后呢,终于精通 王涛这个人啊,他是以孝闻名的 他呢,对待母亲是这样的孝顺 他那时候做徐州司马的时候 因为母亲有病,他就常年不解一代的侍奉汤药 那他对他的父亲又如何孝顺呢 他曾经亲口尝过他父亲的尿液 那为什么要这样呢 因为当时据说王涛的父亲啊,得了一个病 他呢,就是口渴男人 然后吃饭吃的特别的多 喝水喝的特别的多 身上长满了窗截 然后呢,他的尿液掉到地上以后 会招引来无数只的蚂蚁聚集 王涛呢,就仔细观察了这个情况 并且呢,他亲口品尝了父亲的尿液 他发现啊,这个尿液味道很浓,很甜 于是呢,他就把他父亲的病称为糖尿病 王涛呢,就根据各医家之常 针对父亲之病症制定了治疗方案 再服务饮食调整 最后呢,他的父亲得以康复 王涛把他这些所用的药方 一一都记录进了外谈医药一书 王涛是世界上公认的 最早确认和治疗糖尿病的医生 这个王涛,他一开始是在鸿文馆任职嘛 然后后来呢,他就离开了这个 就是中央的朝廷,到外地去赴任了 然后呢,他后来做了这个叶俊的刺史 他在叶俊刺史这个任上 就完成了他的巨著,外台密钥 然后这个书为什么叫外台密钥呢 这个外台的意思就是指的是刺史之任 因为他那个外台就是远离朝廷台阁 任外之意,就是外任之意 然后呢,所以呢,这个密钥呢 就指的是秘密书钥的意思 王涛就把他这个书叫做外台密钥方 他这个书啊,引用了以前的一家的书籍 达到了六十多部 然后上次神龙下集堂是五部采直 这个王涛呢,他做这个书的时候 并非只是简单罗列而已 他其实是做了大量研究工作的 因为他在这个书的这个序里面 他就说到,那个前程那么多的书啊 各善风流,地乡矛盾 然后呢,就虽然每个书都写得非常的好 可是呢,这些书放在一起 有矛盾的地方也是非常的多 或者有偏目重砸的呀 或者是比较繁複的地方 王涛呢,他就一一的就是 咱们说的是取其精华,取其糟粕 他说的是什么 真重贤之沙利,多群才之翠鱼 然后呢,还出入再三 真的是再三斟酌 然后才把这样一个书写成 然后呢,这本书哈 它真的是一个结构经年 而且学术观点统一 在这个书里面收集了六千九百多首的方记 然后呢,我们看这个著 说它论宗朝事 这个朝事呢,指的是朝元方 它是隋代的名医 它有一本书叫做朱并元后论 那王涛这个外谈密钥呢 就是以朝元方的朱并元后论的条目为影 然后在广影方记 而且呢,它每一首方都注明了出处和来源 给后人的研究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还有许多散意已久的一书 也都是在这部著作中能看到大概内容的 可是令人悲叹的是 王涛虽然编写了这部《旷世依著》 自己的结局却并不怎么好 王涛是在天保十一年把外谈密钥这本书写成的 可是到了天保十四年 也就是说只顶过了三年 安禄山就攻陷了洛阳 然后呢,安禄山呢 他就把叶俊探守王涛调到了河北河间 去当那个刺史 然后他去了那个河北河间以后 应该是在天保 就在天保十四年 就在那一年 然后呢,正好这个严真卿高举一旗 然后到了这里 于是呢,这个王涛啊 他就让人杀了当时的那个河间的司马 然后呢,就帅他的那个部队 以及整个的举城的百姓 就归顺了严真卿 然后这个王涛他在祖恶安禄山的分裂活动中 是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可是呢,又过了两年 在河间当官的这个王涛呢 却是死于叛军之手 据说啊,他的头颅都被叛军割去了寝宫 然后王涛后来呢 他依然是葬在他的家乡 也就是我们陕西的梅县 然后因为没有头 据说是朝廷赐了一个金子座的人头 然后把他安葬了 后来王涛的墓呢 时间长了慢慢的也被平了 但是据说近些年 他的后人又重新修了这个墓 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 可以去我们陕西的梅县 去拜业一下这位伟大的医学家王涛 那我们今天讲的这里呢 这个外台记重一龄 那主要就是两个知识点 第一呢就是外台密钥 是唐朝一部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本医书典籍 然后他的第二个点呢 就是他的作者叫做王涛 他呢不仅是一个伟大的医学家 其实呢更是也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的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的